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分享一个娃娃菜的新吃法,娃娃菜洗干净之后用刀对半切开 锅里面多加一些水,把水烧开 水开下入娃娃菜,上下两面都要烫一烫,烫10秒左右,不要烫时间太长 烫好之后捞出来 烫过娃娃菜的开水不要倒掉,加入食用盐,比平时炒菜的用量多一点就行了 食用盐融化之后关火,让它自然冷却 水凉之后倒入娃娃菜里面,全程一定要注意不能有任何的生水,食用油 之后再用一个大碗扣住,尽量把娃娃菜都塞里面 水一定要没过娃娃菜,千万不能加少了,盖上一层布,防止有虫子飞进去 两天之后,娃娃菜就做好了,现在温度比较高,所以时间会快一点 如果冬天的话,可能需要5-6天 用这个方法做酸菜,一是省时间,二是做法简单,三是浓浓的酸味也非常的纯正 而且叶子也不会轻易烂掉,做好的酸菜用来包酸菜饺子 酸菜炖大骨头都非常好吃,做法是相当简单,两天就可以 喜欢的话可以释收,谢谢您的观看